南极冰夏湖揭秘 发现有如首次上太空 俄罗斯科学家在南极冰层 专探了20多年 前年首度证实 终于钻穿南极冰层近4公里 抵达冰封2000万年的淡水湖 东方湖表层 东方湖是南极近400个地下湖中 最大的一座 专家认为 这座湖是从未有人探测过的 科学处女地 可能藏有前所未知的有机体 美国航太总署科学家说 这项发现可能改变我们对生命的想法 监督这项任务的俄罗斯北极 与南极研究院院长更说 探钻到东方湖的重要性 可与人类首次飞到太空相比拟 科学家认为 东方湖可能藏有冰河时期就已存在 但无法用肉眼观看的微生物 这种环境和木星的卫星欧罗巴 及土星卫星恩赛拉德斯相似 若湖中真有生物 将有助于科学家了解这两颗卫星 存有生物的可能性 不过为了避免污染 科学家必须等地下湖水 从地面钻孔冒出并冻结后 才能取得样本 采样计划预计在今年12月 及明年1月间进行 不过环境专家也担忧 这项任务可能会污染东方湖的环境 动新闻综合报道